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6月27日 星期二 前几天 美国总统拜登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是独裁者 这个话激起了两国之间轩然大波 轩然了外交风波 中共方面一再抗议 先是通过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这是严重的政治挑衅 说是歪曲事实 不符合真相等等 后来又是中共新任的驻美国大使谢峰 也在向美方提出所谓正式的表态和强烈抗议 说是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严重挑衅 尽管中国人民根本不知情 中共也没有在任何媒体上报道这件事情 既没有报道拜登的话 说习近平是独裁者 甚至也没有报道中方的回应 但是就把中国人民给用上了 但是美国方面不仅没有改变说法 拜登在不同的场合还强化了他的说法 就像他跟印度总理穆迪举行历史性峰会的时候 有记者问到这一点 他说不会改变自己的说法 另外他还暗示说像我们跟印度现在是全面合作 就在于我们都是有同样的民主制度 所以我们互相有极大的尊重 也就是说现在美国跟中共不能合作 就因为制度不同 价值理念 意识形态的对立 所以互相之间谈不上什么尊重可言 尊重可言也谈不上理解 接下来不仅是拜登总统说了这个话 最近两天 连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就是前不久出访中国回来的布林肯 他在面对记者提问的时候做了相似的表态 强化了拜登的说法 他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对他做了一个访谈 在这个访谈中提到这件事情 说拜登称习近平是独裁者 布林肯的回答 很简单 他说总统总是坦率的说话 他直接的说话 他是代表了我们的所有人 他说了真话 那意思就是说不仅是拜登是这个看法 美国政府的官员都是这个看法 而拜登的说法是代表了大家 就说出了一个事实 的确中共不敢回答一个问题 叫拜登说的习近平是独裁者 是不是事实 其一 其二 拜登总统有没有他的言论自由 是否中共方面要封杀中国人民的言论自由 还要封杀美国人民的言论自由 甚至封杀美国总统的言论自由 不能说 有事实还不能说 另外中共敢不敢辩驳说 如果是拜登说出的话 哪一点不符合事实 中共方面也有辩驳 中共驻美国的大使谢峰强大精神 一上任就充当战狼 做战狼外交 就因为发生了这件事情 就围绕着是不是独裁者来说话 最近他就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了个美洲国家组织国家峰会 这个峰会还邀请了其他一些非美洲国家的代表出席 有的国家是外交部长 有的国家是副外长 有的国家是大使 中共驻美国大使谢峰就带了一个所谓中国代表团出席美洲国家峰会 在这个峰会上 他就大言不禅的阐述了中国的民主 说是全过程的民主 而且我想在场的人都非常的难受 而且恐怕是非常强忍着才能听完他的这番话 这番谬论 但是中共的官员就可以滔滔不绝 大言不禅 就讲到底 就算是谢峰知道心里很虚 并不是讲的真话 但是现在的极左路线压着 他也不得不讲这些话 因为他取悦的是北京的统治者 而跟与会的代表没有关系 跟国际社会没有关系 谢峰讲了这么一些话 谢峰的这些话是这么说的 他在这个会上说 中国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是最广泛 最真实 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 也就是说别人的民主还不广泛 不真实 不管用 而中国的民主才是管用的 然后他又说什么呢 他说结合什么纪念会的主题 介绍中国是现代化和中国人在人权民主方面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强调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 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 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 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 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 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 是最广泛 最真实 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 说顺应时代潮流 都知道时代潮流就是民主化 中共是一历史潮流而动 而现在有人给中南海的统治加的外号鸟 总加速是讲的不是加速前进 而是加速倒退 然后他说 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 既然适合本国国情 那应该由中国人民来评判 由中国人民说来说话 但是不让中国人民说话 没有言论自由 没有新能自由 到处封锁 到处尽收此敏感词 不让人说话 怎么知道适合中国的国情呢 如果真的适合中国的国情 让中国人民畅所欲言 说出来 那就知道了 那外界才可能心服口服 还说什么不断的发展全国成人民民主 实际上是从这个习时代以来 他是不断的扼杀民主 就是中国如果还有民主的模样 还有政改的方向 还有一点往民主方向迈进的小步的话 他是不断的扼杀 这边后来就是做文字游戏了 都知道王莽统治 王莽新潮统治 一个重大的失败就是文字游戏 说很多政治改革 政治停留在口号上 说中共编了多少词 什么过程民主 成果民主 什么叫程序民主 实质民主 直接民主 间接民主 连民主国家都没编这么多词来演绎 然后用这些东西来包装 说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 什么叫国家意志 就是说政府意志 统治者意志 其实完全相矛盾 他说的话就是人民民主跟统治者的意志完全矛盾 然后他又说民主不是挂在嘴上的 而是要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 解决了什么 是内蒙古的矿难吗 是50多个人隐瞒4个月 还说是最近发生的这些大火 一烧号称30个人 31个人烧死 多少人烧伤 然后这个数字也想做文章隐瞒 是不是这叫解决实际问题 还说鞋子合不合脚 自己穿着才知道 这是中共的老生常态 听起来有道理 实际上讲的是他们共产党自己的脚觉得合不合适 比如说拒绝公布官员财产 不准有选票 就是共产党自己觉得自己的脚很舒服 他不管人民的脚 自己穿着很舒服 然后又说 哈佛大学连续十几年追踪民调 以及爱德曼等国际知名机构民调的显示 中国人民对中国政府的满意度 常年保持在90%以上差点 其实他应该补充一句话 谢峰说一句话 我们只比朝鲜差一点 朝鲜是全国成民主的 全国成民主第一名 我们也算第二名吧 朝鲜如果是追踪好人民对政府的满意度 百分之百 连0.1反对都没有 而我们是90% 我们仅次于朝鲜 所以他可以说 朝鲜是冠军 我们是亚军 我们这才是真正的民主国家 最全面 最真实的民主国家 他引用了美国公司和哈佛大学爱德曼公司 如果说哈佛大学和爱德曼公司得出的结论相反 中共可能是痛批 又是干预中国 又是颠倒是非 别有用心 可以说很多的负面词来否定对方 但是说是哈佛大学爱德曼做了这个调查机构 他就拿出来 拿洋人的金口来为自己证明 你看 连你们的哈佛大学爱德曼都说我们是 政府是90%以上的人民支持 那不信你们请哈佛大学和爱德曼公司到北朝鲜调查一下 保证是百分之百 所以我告诉你们 你们的哈佛大学和爱德曼公司本身就可以证明 第一名就是北朝鲜 第二名是中国 你们美国不算什么 不算民主国家 谈不上 然后谢峰又开始王莽式的语言了 就是王沪宁搞的 王沪宁姓王 大概是王莽的孙子的孙子 多少倍 现在编这一语言又开始说 我们的主张以安全守护人权 以发展促进人权 以合作促进人权 什么意思呢 推进人权 以安全守护人权 就是政府的安全来守护人权 就是让老百姓处于不安全 三年清零 三年封城 强行进入 强行打药 强行把你东西扔出去 这叫安全 然后强行转移过程中 大巴翻车 这叫安全 以发展促进人权 发展什么呢 现在连经济都不发展了 发展的是习家军的权力 发展的是某人的权势 发展的权势叫促进人权 要以合作推进人权 什么合作呢 就是要求逮捕 比如说白纸运动 白纸革命 白发运动 白发革命 当逮捕这些示威者的时候 你合作 伸出手 我给你戴上手铐 然后到监狱中去 这叫合作 然后促进了人权 大概中共就这个意思 然后这里又说 真正的民主是尊重各国者 适合自己国情的民主道路 中国人民说话了吗 是不是适合中国国情 让中国人民开口 毛泽东都说 让人民开口 天塌不下来 敢不敢让人民说话 真正的人权是尊重别国践行各具特色的人权理念 也就是说 真正的人权是尊重北朝鲜 尊重委内瑞拉 尊重金巴布韦 尊重古巴 尊重甚至卢旺达的大屠杀等等 尊重中共所进行的六四大屠杀 尊重这就叫做尊重人权 这是中共的定义 然后说什么 中国愿意各国交流互建 推进全球人权保护事业 是中共政府跟各国假装交流 要不要中国人民跟各国人民交流 在人权上呢 说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就回到了习近平的话 只插一个暗示 说习近平为世界人权事业指明了发展方向 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就让其他国家都受到中国国民的国民待遇 那就是被监控 被压迫 被烧死矿烂 或者是刀砍生亡 汽车撞生亡 乱撞乱砍生亡 最后就是爆炸 起火 连连不断 然后又号称在元首外交引领下 中约关系进入 一听到元首和元首外交 人家都想到的是希特勒 希特勒那个时候一口一个元首 所以其他国家一般都叫政要首脑或者总理总统就行了 但中共现在特别强调元首 好像是纳粹德国是谈话一线 没有强调到底 中国人应该把元首强调到底 所以这要元首外交引领下 就是想借机吹捧一下习近平 中拉关系就拉低美筹 进入平等互利开放惠民的新时代 还有新时代 王莽的新时代 新潮 中拉合作给地区人民带来十四在在的福祉 说这个地区二十二国加入一带一路 凡是加入一带一路都陷入了债务陷阱 都陷入了贫穷和债务的恶性循环 没有一个国家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而富起来的 没有一个联合国统计不出来 中国自己也统计不出来 其他一带一路的国家 也没有一个国家说我跟中共合作 有一带一路我富起来了 我崛起来了 但是二战后跟美国合作的 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去援助战争后 变为战争废墟的那些欧洲国家 甚至包括战败国 德国和日本 那都是富起来 崛起来了 成了新的经济强国 所以他在这里是 谢峰是哪壶不开 提哪壶 在这边大讲一通 但是谢峰讲这一通 他还不如布林肯轻轻几句 布林肯轻轻几句说 拜登总统坦率的说话 直接的说话 说了真话 代表了我们所有人 然后他说 我去中国访问的时候 我也告诉了中方 他说 我们以后还是继续会说一些话 你们不高兴听的话 我们会继续做一事 你们不高兴看到的事情 就像你们说的一些话 我们不高兴 你们做的事 我们不高兴一样 但是美国并没有像中共那样去跳脚 中共听到一个独裁者就跳脚 但布林肯对拜登的话的背书和强调 是进一步的强调 说明一件事情 那这回的确就是习近平白谱惹出了祸 摆出一个帝王派头 因为罕见的会见打破外交惯例 不遵守外交规则 然后习近平坐中间 让中方的官员坐左手 让美方的官员坐右手 中方的官员 包括政治局委员王毅 外交部长秦刚等等 坐在左手边 是他的大臣 还得戴上口罩 右边是布林肯和驻美大使 驻中国大使 美国驻中国大使 博恩斯等美国官员 除了布林肯不戴口罩 其他被强行要求戴上口罩 然后就是习近平坐在上手 这些人都坐在下手 以接见的姿态回到明朝清朝帝王接见的姿态 来对待美国的代表团 说这个显然惹了祸 习近平可能还愁愁自满 愁愁自得 认为自己了不起 要向美国发出强烈的信息 就是我们恢复了地质 现在我就是建立了红朝 我就是红朝皇帝 如果说毛泽东是打下了江山 我夺取了江山 就这么回事 要向美国传达强烈的信息 你们承认也好 不承认也好 就这么回事 说这个惹了大祸 得到了独裁者的称呼 所以布林肯回到美国之后 肯定跟拜登总统和其他美国官员沟通 沟通之后大家不约资助得出这个结论 甚至大家可能就感慨 独裁者 独裁者 真是大徒才大独裁者 就这么一个白谱 这么一个架势 可能大家都是觉得又好气又好笑 甚至有可能白宫内部会议上看到大家就哄堂大笑 就是独裁者这么幼稚 靠表面上办个姿态 就以为自己是强人 就以为世界会承认他 其实这回中共白谱还不只是习近平个人白谱 整个中方都在白谱 根据美国之音 有记者到中国去了解到 中共设置很多的限制 前所未有的限制 比如说跟习近平见面 说是见面前一个小时才接到通知 然后急忙的去 去了之后只有一个美国的电视制片人和一个报社的记者能够提问 其他人都不能够提问 规定只有两个人可以提问 不是提问 不能提问 其实可以照相或者是录像 其他人都不得照相 不得录像 所以包括美国之音的记者既不能拍照 也不能录像 也不能提问 就在那边干等着 根本连记者的功能都丧失了 这次见习近平 另外说这回美国以布林肯为首的代表团去了之后 也有随团的记者 结果被要求说美方说在中国的面上是经常要捡电子邮件 电子的产品 所以美方的记者被迫把自己的手机和电脑都留在了美国 到了中国之后 临时用另外一台手机 临时用另外一台手机电脑 而且他们不能够把手机留在旅馆 不管有什么活动 千万不要把手机遗忘在旅馆 因为中共会去动手脚 这是一个紧张 而中共方面还做出了很多的规定 比如说钓鱼台国并馆是布林肯多次会谈的地方 跟秦刚 跟王毅等人 在大院里面说中方明确要求记者不得大声提问 大声提问的记者马上被赶出现场 而且以后不得发放签证 说中方的记者才没有大声提问 因为美国的记者 国际记者 包括港台记者都是大声提问 因为一个领导人要进来 要出去 记者都会大声喊 请问拜登总统 请问你怎么看都抓住一切机会要问问题 所以中方居然规定不得大声提问 取消签证 另外叫这些记者靠着院墙边站 在调一台国民馆 说是不断的出示证件 说经常就在那里站住的时候被三次检查护照 仿佛这个记者会有变身法 穿军变脸 一会儿就不是这个记者了 就是别人 中方是摆谱 这个我不认为是安全 出现安全的需要 是中方摆谱的需要 摆脱一副好像自己是个大国 可以欲取欲多 我想干什么干什么 另外还有一些细节就是说 不准任何国家的记者站在那里现场播放或者现场直播 通常新闻的原则 新闻的一般的做法 都会有一个台的记者站在这个地方现场播出 比如现在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跟中国外交部长秦刚在会台 那会有些记者都会报道 不准 中方不准 不准任何记者站立和做现场直播 比如说想改变整个国家的整个世界的新闻规则 所以美国和周边很多国家说 中共想颠覆国际秩序 想改变国际规则 想自己来一套 想串托领导权 自己领导世界 中共还真的是这么做的 就连这些新闻采访 记者的规范和场地的设置都要按中方的一套来 其实中方这一套给人的感觉也很幼稚 这个幼稚就是发出了强烈的信号 就是此地无垠三百两 我们有见不着人的事情 我们不能见光 见光死 所以我们这里搞的是黑箱操作 专制政治 是幕后交易 我们绝对不光明政党 我们就是搞一模诡据 搞一模诡据 就好像在APAC峰会上 习近平对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所讲的 说我们昨天谈谈话 你给通到了报纸上 说这个不是我们要的方式 这样结果就不好说了 所以后来被国际媒体称为大独裁者 甚至习近平后来又说过什么 没有听清对方说什么 人家刚说过 我们中家之间既要有合作的方面 但是也有坦率提出我们分歧的方面 翻译还没翻完 我只翻一句 前一句 习近平就大声喊 创造条件 创造条件 好像人家加拿大总理在服软 说我们要建设性的合作 创造条件就是按照我们的这一套来 我们幕后交易 背后共同 台下操作 黑箱作业 就跟我们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一样 见不到光 见不到人 所以这次中方做出的姿态就是这样 对美国都敢这么做 对美国国务卿都敢这么做 中共肯定是对所有的国家 所有的政府都是这么做 中共可以这么做 这是他自己可以说他自己这么做的权力 也是他独霸在中国 独霸权力 为所欲为的结果 但是其他国家是否接受 最后效果是什么 换来的是广泛的国际合作 朋友变天下 还是事变楚国 八方受敌 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收听 再见